地球上每年有那么多闪电 电能都去了哪里 闪电几乎人人都见过 但真的是极少有人会想 那些击中了地球的电 最后到哪里去了呢 今天我来为你分析分析 先说说电是怎么来的 学过初中物理的朋友都知道 摩擦会产生电 也做过拿塑料尺子在头发上摩擦几下 然后去吸小纸片的实验 原理很简单 两个不同的物体 当它们互相摩擦的时候 一个物体会从另一个物体表面夺走电子 因为电子带负电 于是抢了电子的一方就带了负电 失去电子的一方就带了正电荷 无论是得到电子还是失去电子的一方 都会产生电场 这种电场会极化那些原本不带电的物体 使其带电并吸引它们 接地时就会发生放电的现象 如果说吸纸片的实验 咱们体会不出电荷得失的厉害 那么当你冬天穿脱毛衣的时候 就会有了更深的体验了 毛衣不仅会发出啪啪的响声 还会吸起你的头发 垫得你皮肤疼 更有甚者 如果你晚上关了灯还能看到毛衣发出蓝色的电光 当然 这点电光跟大自然的闪电比起来 完全不值一提 闪电通常是云层之间或云层与大地之间的剧烈脉冲式放电现象 闪电的发生与大气中对流云团的堆积有关 当天上有大量对流云团 云层中的水分子 高空中的冰晶之间 会因为云层的剧烈运动而互相碰撞摩擦 这种摩擦与塑料尺摩擦头发一样 它会使彼此都带上电 失去电子的云带正电荷 因为比较轻 它们会运动到云层上方 而一些得到电子的云带负电荷 它们则会沉到云层的下方 云层下方带负电荷的云 因为强大的电场作用 它不仅会吸引上方带正电荷的云层 同时也会隔着空气 使地面的一些东西带上正电荷 闪电有一部分发生在云团中 不同电场的云层之间 而击中地面的闪电 则是云层底部与地面感应电场的电流流动 你可以把上方的云层想象成为头发 中间云层是塑料尺 而地面的物体则是被感应带电的止泻 当云层中电荷越积越多 其电场强度也越来越大 受云层电场的感应 地面物体的感应电场强度也就越来越大 由于空气不是电的良导体 地面正电荷会向山顶 树木的尖端 房屋的顶部聚集 云中的负电荷也在不断地向下找通路 随着电场强度从几千伏每厘米上升到十千伏每厘米 电流就足以电离空气 建立起地面与云层间的闪电通道 电荷的流向 我们通常会看到闪电 我们认为是空中的电流灌入了大地 其实并不总是如此 有许多闪电在云层内部发生 而在云层与地面间的闪电电流也常常是双向的 闪电有正闪电与负闪电之分 正闪电是云中的正电荷对地面的放电 这时候电流从云流向地面 正闪电很猛烈 电流浮值通常在一百千安以上 但大多数的闪电都是负闪电 它与正闪电相反 电流是从地面向云层放电 负闪电没有正闪电猛烈 电流浮值大约是正闪电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五十 击中地球的电流都去了哪儿呢 闪电放电的能量通常有这么几个途径 一 热能 闪电会迅速加热周围的空气 使其温度上升到三万摄氏度以上 如果闪电击中树木 它会很轻易地点燃大树 并造成森林火灾 而如果闪电击中地面 极高的温度会使沙子融化 变成闪电熔岩 闪电迅速加热空气 会造成沿路的空气急剧膨胀 产生强烈的冲击波 这就是雷声 二 化学能 闪电强大的电流 会电离空气中的氮气和氧气 一部分氧气会变成臭氧 还有一部分氧气 会与氮气发生化学反应 生成氧化碳 这种氮氧化物被雨水带到地面 会成为植物的重要废料 三 植入地下 大部分闪电的电能都泄入到了地球内部了 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大电容 在前面闪电生成的部分 我们已经提到 云层与地面间的闪电 是因为二者之间的感应电场造成的电流流动 所以 当闪电发生时 云层电荷的释放会伴随电场的削弱 地球是一个电阻非常低 电容量非常大的物体 它拥有吸收无线电荷的能力 而且在吸收大量电荷后 仍能保持电位不变 因此 接地电位 被称为电气系统中的参考电位体 地面与大气电容 地球表面与大气之间存在电视差 这个地面电视大约为30万伏特 我们已知 地球表面带着55万库仑的负电荷 同样的 地球表面大气中也带有55万库仑的正电荷 我们可以得出 地球表面与大气间总的电容值约为1.7f 当某个地区发生雷雨 地表与大气之间因为空气潮湿 会中和地表与大气之间的电荷 削弱地表与大气之间的电视差 在这个时候 闪电实际上充当了一种反向充电机制 以此维持地表与大气之间总电视的相对平衡 宇宙起源于无中生有 那么宇宙大爆炸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超越光速就能回到过去 远没那么简单 若人类消失百万年后 外星人来到地球 会发现人类曾经的文明吗 假如飞船以一亿倍的光速一直飞行 能飞出宇宙吗 第一个人究竟是如何诞生的 人类到底来自何处 让人类汉原的高级宇宙文明 它们到底在哪里 地球上的海洋面积占地球面积的70% 这么多水到底从哪里来的 来吧关注本频道 带你一起解开宇宙之谜